纽约市主记长兰德表示 将对市府应对极端天气的措施展开调查 亚当斯政府对调查表示欢迎 期待与其合作 以确保城市在极端天气下的安全 兰德指出 市府在过去三年制定了多个应对重大天气事件的具体行动计划和承诺 在此次调查中 他计划跟进市府在报告中详述的承诺 审查近期行动是否完成 并评估相关活动如何纳入市府的紧急应变方案 对于改善基建等长期措施 则评估项目是否步入了正规 并探讨改进建议 负责营运的副市长乔西周五在接受采访时说 本届政府已投入超过3.9亿元来建设绿色基础设施 并确保工作正在进行 同时已完成了预封埃达报告中的绝大部分建议 当被问及兰德对市府应对措施的调查时 乔西对监督表示欢迎 更赞扬兰德对改善基建的支持 并主张提供联邦资金来加强抗灾工作 市长亚当斯也对调查表示欢迎 他在声明中说 期待与兰德合作进行公平彻底和平衡的审查 以确保城市在风暴变得越来越频繁和严重的情况下做好准备 与此同时 市议会正在准备调查市府于上周五应对暴雨的措施 并将于11月举行监督听证会 雷克斯岛监狱再有一名囚犯死亡 成为纽约市监狱系统今年第九名死者 有监察员批评 雷克斯岛的危险情况仍然持续且有恶化趋势 被拘留人士及职员都面临高度的暴力威胁 市城教署表示 27岁的南球昆瓦尔周四被发现在球室内没有反应 并于清晨6点半被证实死亡 其死因尚未公布 根据记录 昆瓦尔因抢劫罪被捕 自9月27日被拘留候审 当局说 市城教署两名员工因这宗命案被停止 有法律援助组织形容 昆瓦尔的死亡是悲剧 批评预方没有保护被拘留者的安全 连监狱的基本职能也做不到 事发后数小时 联邦委任的雷克斯岛监察员发表调查报告 指监狱系统对囚犯和职员都普遍存在迫在眉睫的伤害风险 而且情况自8月以来有恶化趋势 调查团队发现 市府官员对问题持续缺乏紧迫性 同时对求是设施属于监管 更企图阻挠调查团队的工作 报告说 9月11日到17日期间 监狱内发生145宗使用暴力事件 12宗刺伤或砍伤事件 74宗囚犯打架 48人涉及自残行为 并查获大量的违禁品 武器和毒品等 相关部门正考虑由联邦政府接管纽约市监狱系统 但受到市长亚当斯的反对 纽约房地产委员会周四发布最新住房报告 显示纽约市住房危机持续恶化 预计今年全年新建住房约1万套 仅为市长亚当斯设定目标的五分之一 这份名为多户地基工程计划申请报告 是根据承建商向市府住房局 申请地基工程许可的数量进行分析 报告显示 今年每月平均提交25件申请 远低于去年每月平均的58件 今年前8个月 承建商为6542套新住房申请许可 从该数字推估 今年全年新建住房约1万套 不过 市长亚当斯未来10年的登月新建住房目标为50万套 意味着平均每年必须新建5万套住房 1万套的新住房仅达该目标五分之一 报告分析 奖励新建可负担住房的421A税收优惠措施 在去年6月到期 导致下半年的住房许可 骤减为186个 新建住房数减少1.2万套 今年上半年的工程许可更下降至157个 前三季 拟建公寓数量较去年同期减少81% 州长霍楚回应 纽约应建造更多的住房 州府将持续致力于解决危机 增加供应 霍楚和亚当斯此前曾提出小型试点计划 及放宽土地分区管制规定 以增加室内的住房 曼哈顿中城周四晚上发生一系列玻璃瓶随机袭击事件 导致三人头部受伤 一名男子目前被控三项重罪袭击罪 另被警方追加指控 此前在8月份于地铁上袭击乘客 警方消息 事发于周四晚上6点40分左右 33岁的豪厄尔先在曼哈顿的中城第六大道 及42阶的全时超市外 用玻璃瓶洗击一名23岁男子 豪厄尔随后进入超市 在二楼再次用瓶子洗击一名49岁女子 大约一小时后 警方接报豪厄尔在超市附近的第六大道和西46阶地铁站内 在一辆北行的地线地铁上 以同样方式洗击一名55岁女子 三名伤者均头部受伤 已被送院治理 目前情况稳定 警方抵达现场后 豪厄尔仍在地铁站附近徘徊 并把他逮捕 豪厄尔被带到市警中城南分局 目前被控三项重罪袭击罪 此外 警方追加指控豪厄尔在今年8月于曼哈顿42街 港务局巴士总站的南行A线地铁上袭击一名乘客 据悉 豪厄尔有多项被捕记录 包括8月在TJ Max和Northstone商店犯下的三宗盗窃案 以及2014年的酒后驾驶